好那对数了有了一个整体的概念之后 我们就开始只关注到二差数上面来了 二差数上面咱们已经说了 二差数就是每个节点 它的最大的度只能是二 也就是说每个节点最多只能有两个子节点吧 然后我们通常就会把它的这一部分子数 称为左子数和右子数了 也就是说它左边节点所形成的这颗数 我们就叫做左子数 对于A节点来说 它右边的CFG来说 我们就管它叫做右子数 好那紧接着来看一下 二差数的话 实际上是有一些特定的数学性质在里面来的 那它具备的这样五个性质 这五个性质的话 我们不带着大家做数学证明了 来就看一下 因为这在证明的时候也不是太好证明 看一下 第一点在二差数的第二层上面 最多只有二的I减一字方和节点 这比较好理解吧 也就是说看一下 这一层是不是代表的是 看一下 零一二 也就是说这是应该是第三层吧 这一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从头从一开始说啊 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吧 那这一层最多有几个节点呢 就应该是三减一是二吧 二的二字方 是不是只有四个 这一点还好呢 还好说 因为它就是每一层就代表的是 跟二的几字方有关系了 再看深度为K的二差数 最多有二的K字方减一个节点 什么意思 这个深度是几 深度是几 是四吧 那这个深度为四的二差数 最多有多少个节点呢 也就是说最多的情况下 是从满二差数吧 那你就要看一下了 满二差数最多有多少 第一层应该是有二的零次方 第二层有二的一次方 第三层有二的二次方 第四次有二的三次方吧 应该把这几个东西累加起来吧 累加起来就正好是二的K字方减一个 然后第三个性质 对于任意的一颗二差数来说 如果其节点为N0 而度数为2的节点总数为N2 那紧接着就有这样的一关系 N0就是N2加1 什么样的意思呢 叶子节点的数目为N0 也就是说最底层 它的度数为0的这样的节点数目 是N0吧 然后再看度数为2 度数为2代表的是这个节点 有两个子节点吧 它的个数为N2 那看一下 我们直接来验证一下 底下这棵树 它的叶子节点个数是多少 叶子节点 12345吧 只有五个叶子节点吧 看一下度数为2的节点个数是几 度数为2的 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根节点是不是也是 是四个吧 那你看是不是4加1等于5呀 对吧 叶子节点个数是5 度数的话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4加1是不是就是5啊 所以有这样的概念 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在 紧接着再看性质四 具有N个节点的完全二差数 它的深度 B为 Log以2为底的 N加1 看一下 具有N个节点的完全二差数的深度 这是完全二差数吧 那这个完全二差数 也就是说性质四跟性质二之间 在数学上面是不是相反 也就逆算呀 对吧 上面是求的到底有多 就是K层到底有多少个节点 那性质四是不是有这些节点的话 最多的这个层数得到多 得到多大吧 因为完全二差数嘛 对吧 紧接着再看性质五 完全二差数来说 从上至下 从左到右编号 则编号为I的节点 其左节 左孩子编号B为2I 右孩子编号B为2I加1 双心节点 编号为2除以2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是一棵树吧 我从上到下 从左之右进行编号吧 那紧接着来看一下 对根来说我是标的是为1啊 所以根节点这个时候 它的标号是1吧 然后从上到下 对吧 从上到下 这时候 它的编号是谁 2 2 3 4 点多了 1 2 3 4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看了 看一下 这是5 看一下 编号为2的这个节点 那它的左孩子是谁 刚才说了 编号为I 那左孩子编号就应该是2I吧 同意2 看一下 那左边这个编号为2来说的话 左孩子是不是就是4啊 右孩子是不是2I加1啊 而且它的复节点的话 它的编号是2除以2吧 是1吧 就是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 就是二差数当中是具备的12345这五条数学性质的 好 那说完了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那关于数要给大家补充的理论上面的东西就有了 紧接着的话 我们就直接去用代码实现一下数了 那在实现数的时候 咱们到底要做哪些东西呢 一是我们得用数 要去实现数的话 是不是就得像链表一样 得构造出一个节点的类 还有一个数的类啊 对吧 那在数的类的实现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去实现那么多的方式了 只实现一个添加 只实现一个添加 实现完一个添加之后的话 紧接着我们就要看了 紧接着就要看了 数现在是不是已经是二维的了 那二维的时候 我们到底怎么来便利呢 线性表比较好说 他说只有一条线啊 从头到尾 串着这个线就能找到 那现在对于数来说 现在已经变成二维的了 二维的话 每一个节点是不是都有两个分支啊 那我得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保证我整个数当中的所有节点 全都能便利出来呢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讲完这构造 讲完添加之后 还会讲一个关于便利方面的东西 便利的话 前续中续后续跟广度优先 讲完这个部分的话 那关于数 要给大家补充的知识 也就是这些了 那之后再拓展的话 就只能靠大家了 好 那现在咱们来去实现一下数 有点赞 订阅